国际焦点再来关心联合国大会召开之际 俄罗斯周二再排出18架的无人机 轰炸乌克兰西部大臣利维夫 摧毁一座物资仓库 乌克兰前线连传捷报之际 美国在送上大礼 有最强坦克支撑的M1战车即将运抵战场 接下来将有利于冬季作战 黑夜中猛烈火蛇燃烧整栋建筑 消防员洒水灌旧 但效果很有限 就强风影响火势快速蔓延 俄罗斯周二再排无人机攻击乌克兰 这会锁定的是 紧邻北约的西部大臣利维夫 乌克兰巡逻警投入救援 从瓦力堆中拉出妇女 利维夫市长证实俄军攻击的是一座物资仓库 同一时间乌克兰也正使用无人机重挫俄军 画面中这款小型无人机下头放置弹药 照样命中俄罗斯 T90坦克 要价超过1亿台币的坦克当场灰飞湮灭 另一段无人机视角同样拍下毁掉俄军2S1自走炮过程 这台自走炮后方冒火下的里头好几名俄罗斯士兵急忙逃窜 而原本的自走炮则化为僵尸车继续往前 留下后方一整排的火光 美国援助的急速弹药也现身札波罗热战场 乌克兰猛攻东南部战线 希望尽速夺回由俄军占领的梅里托波尔 俄军被迫启动防空系统 但显然有漏网之余 好几处地面冒出巨大黑烟 同样盼望加入北约的瑞典 派出记者挺进札波罗热 却差点被波及 当下采访团顾不得镜头 只能死命拔腿狂奔 俄军攻击最后落点就在几公尺之外 瑞典团队中还有艺人手部擦伤 联合国大会召开的同时乌克兰新任防长正在德国出席防务组织会议 好消息是美国防长奥斯汀亲口证实M1艾布兰坦克即将运抵乌克兰 这款坦克车即便在施滑雪地过弯都游刃有余 只是战场之外还有其他变数 CN报道瓦格纳领袖普里格金尽管身亡近一个月 集团本身照常在中非共和国运作 附近市场也有卖瓦格纳旗下公司生产的便宜福特加啤酒 四年前瓦格纳像黑手党一样提供枪支和战士 和当地政府交换黄金和钻石 尽管私下不法交易 中非共和国对瓦格纳充满正面印象 受访的总统顾问甚至身穿印有瓦格纳字样的T恤 评估瓦格纳在中非的地位不受动摇 尽管普里格金死后不少佣兵离开这个国家 但也有人同意为俄罗斯国防部工作 最怕这些人将以相同手法赚取更多战争资金 而关于乌军反攻也有不同的看法 CN报道由美国官员私下认为没这么乐观 认为泽伦斯基想夺回克里米亚的想法短期 难以实现 Q&A新闻 纵红科科的导 再来看今年的联合国大会 俄罗斯持续地遭到各国代表围剿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亲自登台演说 他细数俄军不仁道的侵略行为 呼吁各国不要相信邪恶势力 泽伦斯基发表演说的时候 台下的俄罗斯代表如坐针毡 从头到尾不是低头写字 就是狂花手机 俄罗斯士兵在一片空地上架好装备 随后调整炮管高度 开始发射龙卷风多管火箭 俄军除了在地面猛力炮轰外 空中部队也加大攻势 俄罗斯卡52战斗直升机 从空中连环发射炮弹 虽然俄罗斯声称成功轰炸无军阵地 但在美国纽约市举办的联合国大会 莫斯科再度成为西方阵营的剑拔 乌克兰总统责任斯基第一次 亲自来到联合国大会演讲 开口就是猛力谴责 在此之前 泽伦斯基都是透过市序演讲 这回穿上招牌军绿色上衣 亲自登上联合国大会舞台 还全程用英文演讲 泽伦斯基指控莫斯科 试图将粮食武器化 导致非洲到东南亚 食物价格飙升 他更痛批俄军绑架乌克兰儿童 接着他指控俄国占领 扎伯罗勒核电厂后 拿辐射外泄风险来威胁其他国家 泽伦斯基整整15分钟的演讲 台下观众包含各国代表 和美国官员等都专注聆听 反观俄罗斯代表在台下 抿着嘴巴 不是低头萌写字 就是狂滑手机 还不时与旁边的与会者 焦头接耳显得很不耐烦 同样在联合国痛批俄罗斯的 还有美国总统拜登 拜登斥责俄罗斯赤裸裸地侵略乌克兰 并呼吁全世界要团结起来协助乌克兰保卫自己的领土 不过就在拜登为基辅送卵之际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却继续扯他后腿 美国政坛分歧有可能成为继续原屋的绊脚石 但丹麦却毫不犹豫计划向乌克兰再提供45辆坦克 包含暴衣和T7-12 就在泽伦斯基接受CNN专访同时 一层载着3000吨小麦的货轮离开乌克兰南部港口 这是从黑海良食协议破局后第一次有货轮出港 也证明基辅有办法自己运出古物 不过保加利亚上周取消正对乌国农产品的进口禁令后 当地农夫叫苦连天 大批农夫带着满满越气 开着上百台拖拉车列队排好 抗议保加利亚政府的决定 希望当局先救救自己国家的人民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